我今天想跟大家聊聊臺灣 因爲什麽呢?就是我們群組上有一些不少朋友正好問到臺灣 我想說,唉,聊聊臺灣吧 反正很多人對這個有興趣 我從小到大覺得臺灣的社會文化基本上還蠻好的 人情還蠻好的 因爲社會文化最重要是人情 人跟人的相處,從小到大的這些 我在眷村長大 眷村裡頭大家的關係都很有人情味 那如果說是一般的鄉村那就更好了 我們一些朋友同學那就更好 所以基本上是個儒家社會 所以人跟人之間都還有一定的相當有和氣有禮貌 我們不是南美洲更不是非洲 或是東南亞 人跟人之間相,他一定是這個禮的 學校裡的老師也都還蠻好 當然有時候會打手心啊幹什麽的 不過總覺得沒抽到什麽特別不好的待遇 那我唸的小學不管是國民小學還是後來家裏面特別培養 放到私立小學我也覺得蠻好 那後來可能幸運吧唸的比較好的高中跟大學 那碰到人就當然也就挺不錯 那如果講社會一般來講出去買東西啊幹什麽呢 越來越好 這個台灣的社會秩序越來越好 因為現代化 台灣的現代化已經本來就日本時代底子 然後這些年來因為高度的理性化 高度的法制化 所以秩序越來越上軌道 就譬如說吧 最近大家不是在鬧快篩嗎 快篩說台灣啊快篩短節 大家媽媽媽很厲害啊 路上我們看底下那個教房門門口排快篩的人 那就乖乖在那排啊 一個長排 之前口罩也是一樣的乖乖排啊 那什麽事情都排隊 然後做捷運啊什麽到哪 都很有很有規矩 開車子嘛 我兒有點按喇叭 我小的時候按喇叭 按了亂七八糟 真的很吵 現在也都挺好 所以台灣的社會秩序相當的好 社會人情也相當的好 然後因為民主社會嘛 那當然也談不上什麽壓迫 每個人聲音都很大 所以然後這個政府要選票嘛 這個這個老百姓只要有意見 他也不能不有回應 基本上來講 社會文化 算是一個儒家社會的 在儒家的底子底下的一個現代化的社會 然後現在也相對富裕嘛 我們已經超過平均三萬美金了 所以所以 因此 這個 基本上來講 吃飯大家都沒有問題 一般而言 所以 那 所以 你這樣看起來就是 大概是儒家社會在轉型都會難以避免 韓國跟台灣 南韓跟台灣 就是數一數二的低 就是 結婚姻的這個 因為 就是婦女們 不願意再像過以前傳統那個日子 新的資訊還沒有建立 所以相對的低 不過 一般來講 朋友之間碰到的家庭都還算穩定 跟西方不一樣 西方那個家庭的不穩定 還是高得多 這裡的婚姻穩定力還是比較 雖然在亞洲已經算偏高的 因為台灣是一個比較現代化的社會 那 同樣也有很多現代人的煩惱 現代人那種各種 永遠 永遠覺得一堆煩惱 不知足不安頓 那也都有 不過 基本上來講 一般你在 在外面碰到人 你覺得可信度蠻高的 像我們 網路上找個人 學生來 學生當然可信度蠻高的 這是你完全不認識的 網路上找個人來辦點事情幹什麼 一般來講 可高度都還蠻高的 這是蠻讓人驚訝的 因為我辦學社嘛 有時候會要找共讀生 辦這些事情 結果一般都還不錯 都沒有說 什麼那種騙人坑人的 都沒有碰過這種事情 所以 我覺得 台灣目前是一個傳統跟現代 算是蠻平衡的狀態 蠻可愛的 社會很誇張 因此 它雖然是一個比較成功的 一個現代化儒家社會 而且它跟新加坡不一樣 新加坡的話 它是比較 新加坡其實就是賢人政治 簡單講 那 它是 可以說是 上面領政 老百姓的自主自發性比較弱 那台灣的話 相對比較強 但相對來台灣也比較亂 不像新加坡那麼有秩序 這也是必然的 那諸位不說 老實不是非常賢人民主嗎 中國一定要只能走 一定要也只能走賢人民主 並不是說所有華人地區都一定只能這麼走 不一定 台灣是公民社會 並不一定是賢人民主 台灣不是那條路子 那種種歷史的原因 所以 賢人民主有賢人民主的好處 公民社會有公民社會的好處 各有各的好處 這個 我剛剛只是講到不同 並不一定哪一邊好 如果夠賢人的話 當然賢人民主更好 但是 如果不夠賢人的話 那還不如公民社會好 大概這樣 公民社會 公民社會 就是一切從下而上的 來建立整個社會的政治社會 文化各方面的秩序 台灣現在呢 是百民地往這方面走 那麼 很多大陸朋友很羨慕 不過那在大陸是不可能的 絕對不可能的事情 這是因為 我一再講 就是 廣土眾民多民族 是不適合的 沒有辦法這樣做 他一定會分裂內戰 這個沒有辦法這麼做 因為特殊的條例 台灣是個海島 這個情況不一樣 有很多歷史的情況 所以社會文化蠻好 政治呢 政治呢 就是一般 講不清楚 我也不想多講 因為台灣基本上 分裂的 台灣是一個分裂的 分裂的認同 分裂的政治的一個情況 所以這個政治很難搞好 台灣政治搞不好 有一個特殊的原因 因為他認同是分裂的 那有相當一部分人 他的認同是 這個 還 怎麼說 跟中國大陸的關係 是比較密切的 他不能說就是完全 當然有少數人是 就是 警報 但是 應該說 藍的一般來講 是比較密切 就比較認同的 那另外 綠的 是比較就是 不認同 但也不是都一定都不認同 也比較不認同 大概是這麼一個情況 所以這個 因為認同的分裂 就搞得 台灣跟烏克蘭有點像 就是認同分裂 內部也會 這個事情就很難搞好 因為認同 一個地方 如果說他的政治上都認同上分裂的話 就是很難搞 但即使如此 台灣的政治也算是 亞洲的模範生了吧 雖然常常吵吵鬧鬧 然後大家 大家都很難過 這個事情大家都很難過 沒有人舒服 但是 也算是 亞洲的模範生 因為台灣的民主化的程度 是遠高於所有的亞洲國家 甚至於高過 這個日本跟南韓 新加坡的不必假 因為 這個 他比較是 真的是 也因為這樣 所以他會比較全面流下而上 政治事情我就不想多說 因為一路吵鬧去 這兩天還爆發 在美國還鬧一個兇殺案 大家應該知道 這個就是悲哀的地方 政治上 問題很多 學術文化呢 就是 算是還發展得不錯了 因為 台灣這麼多年來 講白一點 是當美國的這個學徒 跟了 從戰後到這麼久 所以當然他長期培養出了一個 比較能夠跟歐美學界 尤其美國學界 密切接軌的一個狀態 所以 這一方面就使得他的學術的現代化的程度 當然是蠻高的 也蠻上軌道的 但另一方面來講 就是 他的傳統方面本來有很多 因為 國共內戰 中央政府帶了 很多的頂尖的學人 到了這個台灣來 這個是很難得的事情 因為中央政府來了 所以來了很多頂尖的學人跟文化人 因此 他就 他就 尤其早期 有很好的學術文化的底子 那當然又沒有經過這個 一連串的政治運動 還有文革 這些事情 就會使得他的 原來的這個 學術文化底子 算是培養得不錯 當然 台灣本來 只有四百年的開發 所以他的文化底子 本來是淺的 這個是遠不能 本來台灣的底子 遠不能夠跟 中國這個 這個 就是 十八省 這些地方相比 本來是遠不能相比的 但是 眾所周知的原因 這些 這百年來政治的關係 就使得反而是一升一降 所以 當然在社會文化上來講 他很多地方 還是前沿 不像江浙江南地區 這個地方文化底蕙 還是深 大概是這個樣子 所以因此 我所見到的地方 台灣是這樣 這是一個 嗯 可愛的地方 很舒適的地方 他不像大陸 這麼重視 就是 就是 整體建設 乃至於外觀建設 其實中國大陸很多 不要說一線的城市 連二三線的很多城市的外觀 都會超越了台北的一些城市 台灣的一些城市 但是 台灣 像台北 我每次 周邊懷就說 台北是醜小鴨不好看 亂亂的 因為 就跟我們的社會一樣 亂亂的 由下而上 這個房子 大家蓋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統整 亂亂的 東一個西一個人 不怎麼好看 都市規劃也不太好 但是呢 你回來住了 住得很舒服 就是說 它是一個很舒服的 一個生活的環境 那 它的這個 市容不怎麼好看 也沒有那麼一種 像這個北上廣 或者甚至於很多 像深圳 它那個 整整齊齊乾乾淨淨的 它不是這個樣子的 它蠻乾淨的 台灣蠻乾淨的 但是它不是不是 那個市容 看起來一看 照牌很凌亂 然後高高高高低低 大大小小的房屋 它不是一道切的東西 但是這個比較接近 一種自然生長的 一種現代化吧 所以 人在當中 過日子很舒服 這個 一下樓什麼都買得到 所以是很舒服的 那當然尤其我們是華人 在這裡 所以我初步 就跟大家談談 我初步的感覺 台灣 我大家已經一堆問題了 我就 順便回答 回答 傳統鄉村的特性 因此有人情味 是這樣沒有錯 因為 台灣這個現代化 其實很快的嘛 也就是這個兩三代 都從農村過來 所以 因此 它的這個現代化程度 很帶了很多 原來這個農村 跟傳統的特性 然後另外它的城鄉 的關係很密切 上次在群組上有人討論 說城市如何 鄉村如何 能不能歸鄉 台灣的一個好處 就是城鄉關係很密切 都市人喜歡往鄉下跑 尤其假期的時候 都是車子開到往鄉下去 要去度假 或者去遊樂 幹什麼的 然後鄉下也因此 當然得到富裕 所以 然後因為 又小嘛 所以 城鄉關係 比較 但是 規劃的不好 我們的政府的規劃力 國民黨的時候 一天到晚想反攻大陸 想回大陸 規劃的不太好 那後來民進黨來了之後 因為也是高度民主化 都要聽老百姓的 他沒有辦法 立的民意做事 所以也沒有辦法 這個大規模的 所以說威權跟政府好規劃 我一時候看到大陸那些城市 也說他很口氣 就說 好 好 看看 怎麼搞的 前面的糟糕了 你們打的那些 那些問題都沒了 抱歉 我被踢出來 你們要問我的管理 再打一遍 等一下哈 剛說些啥的 好 來 這個 呃 陳毅 你你先問問吧 哦 嗯謝謝吳教授 嗯 剛剛您講到 那個 關於中國大陸 嗯 需要統一的這個問題 統一 然後我想請教一下 吳教授 關於統一 哦 不好意思 我是說就是 一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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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 不能像台灣 那種很鬆散的民主制度的這樣的一個 一個點 嗯 然後 你不能說鬆散 就是他 有點 比較有一點散亂 啊 他散亂 台灣叫做散亂中有秩序 很有趣 我們的一切是散亂中間而有秩序的 嗯 他不是那麼沒有秩序 啊 但是他的底子是 是就是一人一票一家一戶 所以他沒法一刀切的辦事 大概是這樣 對 然後我就想針對這一點請問一下 就是 嗯 關於像 呃 周代理想當中那樣比較松散的 比較有地方文化地方自治的那樣的政治 制度 當然我認識到 我認識到現代政治其實是越來越 集中的 就像在 就算西方的一些 呃 那個 聯邦制的國家 像我現在在澳大利亞和美國 他們的法權也 偏向於向中央集中 嗯 但是我在想這個的問題也像很多 呃 群中的朋友有講到就大陸城市的 統一性的問題 就呃 吳教授在您看來 有沒有什麼出路能讓 呃 中國保持比較統一的一個 呃可能說政治格局 但是同時讓地方和自治更加有 更加有生機和活力呢 謝謝 呃 這個事情其實就是我前一陣子 再一次發的這個事情 就是說 我覺得中國大陸今天政治太偏集體 這個集體性有原因的 就是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在那裡奮戰而出 所以他會偏集體性 啊 但是現在都已經世界第二了 也站穩了 應當要尊重 各地的自己 個體性 以及尊重每一個人的個體性 這樣才能發展出 否則的話 坦白說中國大陸城市有時候看起來 真是千篇一律 真沒大意思 啊 這個 我每次去的時候就覺得 那這是 哎呀 哎呀 你們去歐洲啊 歐洲的每一個城市都不一樣 而且他城市的靈魂 往往就是中間的那個老城區 這個老城區 短的數百年 長的像羅馬 都是這個兩三千年 那就是他城市的靈魂 所以當初實在不應當從北京開始 把各地的老城給拆了 你知道吧 你就保持那個老城 然後呢 旁邊你要現代化建個新城唄 對吧 那 當然自從文化人角度了 當然很多搞經濟說 那怎麼能夠發展 那話說回來都拆了 那就發展了嗎 拆了也沒怎麼發展 對不對 發不發展的真正的關鍵 是在有沒有改革開放 那有沒有用市場經濟 你要用市場經濟 就算你有老城照樣發展 而且發展觀光會發展 比現在好一百倍 現在都拆光了 就只有那個叫什麼 山西大同勉強蓋了一個 重新重新蓋了一個事兒 就這個事情講起來非常感慨的 就是說 中國是人類唯一的最古老的 古人文明今天搞的各個地方 沒有特色 要講文化上 這個是這個是太悲哀了 也就是 當然我們為了革命 犧牲了很多事情 很多事情 也不能太克制 因為說實在的 當然真的知識不夠 這個影響太深 但是就是說 痛定是痛吧 各地當然要發揮各地的特色 坦白說中國各地特色 要發揮還會難嗎 我們讀歷史的 我的天啊 無比之豐富嘛 對不對 你只要讓地方上能夠稍微讓它發展一下就行 所以這個就涉及到整個體制的問題 那你我那篇文章就是講 就是中國政治與倫理原理的未來裡頭講的 就是個體跟集體要平衡 個體跟整體要平衡 太偏一邊了 這個就沒意思 大概是這樣 比如說我們觀光 喜歡觀光歐洲 美國 美國 我覺得我很早就不想去美國了 當然我在美國讀書嘛 那麼給我美國各地城市看起來都差不多 有什麼好看的 看看就那麼回事 美國自然風景比較好看 歐洲就好看 看不完的 我跟你講 從文化上來講 哇 諸如此類 紛紛建古城 建古城也還不錯啊 建古城你就要把各地的東西弄起來啊 我是贊成的 我跟你講啊 你今天去德國 你看到那些東西啊 全部是重建的 二戰時候炸光了 我跟你講 所以 我德國朋友帶我去看 都是重建的 重建古城你就要重建古街 那你就重建的不像真的 比沒有好 中國這個各地化太豐富了嘛 對不對 光一個浙江光一個江蘇 那就不知道封到什麼地方 然後每一個地方 都有幾千年的這個基礎 隨處講都是文明 我跟你講 這是保障 怎麼搞成今天這個樣子 講白 你就上面那裡玩話 搞成這個德行 那麼 傳統人情味 十二碗菜歌 人情味很重 說實在的 台灣這個就是說我們 人情味很重要 為什麼呢? 人要在有人情的社會 才能夠感覺得 活得像個人嘛 才安心嘛 就是 你每天跟人家相處 如果大家都像機器一樣 或者說都是民兵的 或者都不可信任 這個人生就很無趣嘛 那家人啊之間對不對 也要有一個 也比較一個傳統的倫理 那台灣是傳統的現代化 所以也不會像傳統那樣包袱那麼重 也不會像傳統那樣包袱那麼重 那麼也這個 這個不會像這個 就是 現代那樣子 就是動不動就離啊 動不動就梳理 就是 目前來講是蠻平衡的 底下底下搞不好開始有不太平衡 為什麼呢? 因為年輕的一代就是 全般西化 全般西化之後 很多西方的毛病就來了 我們現在是傳統跟 傳統跟現在平衡的狀態 這也是命好 目前也是都市跟鄉村還平衡的狀態 底下也未必這麼好 那麼 最怕人帶上海灣帶他去哪裡好 這個 也有人 不過我去上海也有人帶我去 他還帶上海也有幾個老地方 為什麼中國的文化會遺落千丈 那就是一百多年的政治的關係嗎? 對不對 這不光是文革和大家進的問題 這一百多年的政治 不斷地動亂啊 然後 這個 這個 新華運動不就是說全般西化嗎? 憲章書都要拋毛斯坑了 這一百多年 那文革是在這個傳統底下的 要革整個 傳統的命 破四舊 這一些種種 那這 這個整個的知識界 跟政治界領頭的這麼幹 一百多年 那能不能一座千丈嗎? 對不對 那當同情人來講 他這樣當時 說實在也是被逼其了 要不是被逼其 本來也不是走這條路子 所以 逼得急著之後 然後就很多事情啊 變成這個樣 所以是很可惜的 真的只能說非常可惜 不過呢 大家也別再擔心 因為呢 我們的文明最好的東西 其實都還保存在我們的書本裡頭 也保存在各地的那一些怎麼說呢 中國大陸我也常去啦 就是說 你只要好好讀書 好好懂得欣賞這個事情 全國各地通通是可以有機會把它弄起來的 那現在很多人也在弄 我也看各地都在建 但我們開會常常也會找這些地方去開 所以就是說 我們的底蘊太深厚了 這是因為現代化的一種可以說是造陣 狂造之陣把傳統都丟掉 那這個東西對現代化有什麼好處呢? 短期是有好像一下就上馬 長期來看真的是叫做時代不必 為什麼呢? 如果我們重新來一遍的話 諸位要懂的 現代化只有兩個關鍵 一個是政治要穩定 另外一個就是市場經濟 坦白跟諸位講 那政治不穩定就沒法子 對不對?政治穩定才能保持一個基本的發展 然後現代化的核心根本就是市場經濟 其實就是資本主義的一種 比較有序的一種做法 因為資本主義有時候會造成很大的問題 我們如果說一個有調控的一個市場經濟的話 你讓它好好發展 保證好 它立刻就現代化 其他事情都是假的 你破四舊 蔣南丁的文化大革命有個屁用 你搞了個半天還要開除求疾 對不對? 真正有用的就是一個比較能夠適當調控的 宏觀調控的 但主要的市場經濟 這個東西就能夠讓整個經濟上來 文化上來 然後其他東西要有知識 要懂得政教這些事情 種種 所以鬧了很多事情 惡搞一場 不懂得什麼是現代化 那另外一個就是當然要懂得這個現代的這個科技跟學術了 這個事情其實科技大家知道要學 學術嘛 大家其實坦白說 大陸上現在離西方的學術界還隔閡得很 尤其人文學術界還遠得很 不是那麼回事 但是這個事情也非學不可 所以 在我的看法 就傳統跟現代兩頭抓 兩邊都要學 要學就學第一流 中國人有這個能力的 自古以來 這是一個傳統 就有很多低流的人 你只要 讓這些人能夠上來 譬如說 我就會夢想到 假如說今天政治上的人 能夠把一些全中國的頂尖的這些知識分子讀書人 沒事讓他們聚聚 大家討論討論 對不對 給上面給中央一些建言 多聽聽他們的話 你不是一定都要造他們 但你要多聽聽他們的話 自古以來 這是個傳統 要尊重有知識 有能力 有德性的人 就是 還是一個閒能的概念 事情就知道該怎麼辦 事情知道該怎麼辦就好辦 不知道該怎麼辦 那就難辦 這就麻煩這個事情 那 台灣的古蹟越修越新都失真了 確實也在台灣 沒那麼多古蹟啦 這遠不能跟中國大陸相比 這個台灣的古蹟其實是 他在文化前也 清朝的古蹟也有限嘛 所以 但是現在倒蠻珍惜的 台灣東西 他只要是 這個幾十年以上的他就搭在在那裡 當然當然 這裡還有很多的問題 貴州滑流眼睛發 對我今天考了一天 難怪我的眼睛有點發花 看了一天的電腦 一個三咖咖的 建一個中西東北神是一樣 好多高樓大廈 對呀 這個就是說 其實就是地方的長政的人也都沒文化 他不懂得該怎麼搞法 那 這個沒有辦法 這就反映這個時代的這些領導的文化水平 就這麼個水平 那 那麼 整個來講 中國的政治從古到今天也改不了 他還是 比較上是一個從上而下的政治 那就會說 那能不能從下而上呢 我在這裡講 廣土眾民多民族 沒法 這個國家太大 民族 東西南北歧義太多 他比較上會從上而下 但是從上而下 要怎麼辦呢 要兩個事情 上面要賢能 也要有 底下也要有民主 漸進了民主 才不會出事 這樣中國就能夠好 政治上要賢能民主 那經濟上就是要市場經濟 然後加上調控 這個國營的不能太多 這必然是無效率 講白一點就是這個樣子 但是國家要調控 這個調控 要賢能來調控 否則的話就不行 所以政治經濟 那中國的文化底益如此之深 其實人很可愛啊 中國人一般 這個我們幾千年的文明 一般人是可愛 怎麼會搞成今天這個樣子呢 政治嘛 搞得還是政治 講白一點 講白一點還是政治 所以因為我們讀中國史 人都明白一切的核心 就是政治跟教 政教 那政還在前面 然後就是教 政教不對了 那人就不對了 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其實我讀了一輩子書 在研究古今中外這些事兒 也探索中國的這個前途 也探索中國的這個前途 講到底我覺得其實蠻清楚的 未來道路不難 方向就是慢慢要朝那方面做 不能一處而擠 政治上已經都不能一處而擠 就是慢慢來 應該有個方向 我不是在講台灣嗎 怎麼講 大家關於台灣還有什麼問題啊 老師好我想問一下就是 台灣的話其實現在 是不是一定要建立 台灣的 就是因為台灣現在的話就越來越強 到台灣自己的主體性 然後又要跟中國大陸要保持距離 那其實要很多人的主張 台灣要建立一個 民主國家的文化的認同 但其實 是不是一定要建立一個統一的認同 因為歐洲這些國家其實也 也是 國家內部也是分了不同的民主跟文化 這樣子 還有現在台灣的 台灣內部嗎 對 台灣內部 對 台灣沒有辦法建立一個統一的認同 建立不了 對 這是沒法建立的 明白 還有就是台灣現在 這個所謂自殺而善的這個 這個所謂社會 就是所謂強社會的這個程度 其實還足不足夠了 因為不可能每一件事情都要政府來做 那其實社會之間也很重要 當然台灣現在的公民社會也越來越強 但它的程度到底還夠夠不夠呢 謝謝老師 夠不夠 也不是很夠 因為台灣基本上還是華人中國人的底子 所以啊 這個 一般來講都是只管自家的事 不太管社會的事 所以 這種會去管社會的事情 一般都是比較新派的知識分子帶頭的 那但是呢 不是很夠 比起歐美還差很多 但是話要說回來了 在亞洲已經首屈一指了吧 很少亞洲社會能夠像有台灣這麼多的民間 台灣有大量的民間團體 比如佛教界大家都聽過了 像慈濟啦 像這個四大叢林啦 那麼每一個宗教都一大堆 而且都蠻自由發展的 那還有各種的環保的啦 社會運動的啦 社會運動的啦 那個 都市改革的啦 反正五花八門無奇 什麼都有 所以 蠻發達的 然後 另外還有國際的各種的 就是 無國界組織 非政府組織 也跟台灣有很多密切的聯繫 所以 在 在亞洲 我想也是算是相當 我沒有仔細的跟日本 韓國比過 不過 應當是 台灣算是蠻 這方面算是不錯的 但是不足 所以 因為這是儒家社會 都這個樣子 這是一個現代性的東西 那 倒是 台灣的政府也蠻有趣的 台灣的政府也是一個 早先會比較 一心想要 就是都學西方 現在也不 因為什麼呢 他民主化之後 他知道老百姓也不吃那一套 所以很多的措施呢 包括像台灣的防疫措施 我覺得台灣防疫措施 就很儒家 他不像歐美 也不像大陸 大陸我看是高度的法家 防疫 那歐美呢 就是你看那個自由化嘛 管不了的啦 台灣呢 就很儒家 就是管老百姓乖乖的 那麼 他管得也不太兇 就是家父長那種管管 好吧 那 所以效果非常的好 就是 坦白說 疫情裡頭 全世界過得最好的地方之一 我覺得大概就台灣 然後就紐西蘭吧 這幾個地方 其實很少地方能夠比 我們 我們過得蠻好的 當然有 你說 你們可能聽到什麼 口罩之亂啦 疫苗不足啦 這個快篩不足啦 這些種種 也很多人在叫啊 罵 台灣任何事情都會有 罵得很兇 就是會放大十倍的罵 為什麼有政治問題 你們要了解這一點 台灣任何事情 都會放大十倍的罵 因為有政治認同不同 你藍綠兩邊 任何事情都會罵 那實際情況沒有那麼嚴重 其實大家就過日子唄 那其實口罩嘛 稍微等一下也都有了嘛 也沒有也沒有搞得太那樣 疫苗也就稍微等一下也都有了嘛 快篩就稍微等一下都有嘛 那剛開始就是會有點問題 當然也有點政府效率的問題 不過 基本上來講 他做法就是中庸之道吧 我們就是 凡事他知道 太歐美量也不行 太傳統量也不行 所以目前 很多做法都是 慢慢也學聰明 很多的事情 罵嘛 永遠在罵 你要看政論 所以你們要看政論節目 這台灣簡直一塌糊塗 那我們自己是 我們是很不太喜歡看政論節目的 一般就是 炒得要死都放大十倍的罵 實際情況嘛 過日子唄 大家各過各的 大概是這麼一個情況 大概是這麼一個情況 那 政治上是沒辦法 大概是這樣 大概是這樣 一九九一年就來安徽了 很厲害 對啊 民兵組織 沒有民兵組織 台灣沒有民兵組織 年輕人能打仗嗎 本來不行 現在慢慢可以了 因為這些年來的關係 還是不太能 不過 就是 對 你剛剛那個問題 年輕人現在的那種 主體意識 台灣主體意識 跟 台灣自己 作為自己的意識 越來越強 也因為這樣 所以越來越能戰 那比以前不一樣 所以 年輕人現在他們 調查吧 願意為台灣而戰 好像百分之七幾 這算是能戰 以前 以前不是這個樣 以前很分裂 那麼 防疫 大政府的管的態度 比加上 對呀 還是政府在管 還是蠻加複雜的 但是 喔 有一個關係 就台灣為什麼 這一次的口罩 疫苗跟快篩 都比加政府在管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這跟兩 政治的關係 因為 民間團體 我不管那麼多 我反正要就要 他會直接的 就想要 這個像大陸進口 這個疫苗啦 快篩啦 還有這個 那現在的民進黨政府 當然是不希望這樣 所以 這一部分會顯得 比較大政治 確實 這有政治因素 其他事情倒不見得 類似大型的新加坡 絕對 會讓台灣激進想法的群體 逐漸 正向認可 令台灣 成為內陸的榜樣 台灣其實現在年輕人是滿自豪的 認為台灣比新加坡好 意思是說 就是公民社會 因為是亞洲唯一的公民社會 那因為當然它受到 你可以說西方思潮的影響 認為說 我們有真正的自由 真正的從下而上的 可以建構自己社會秩序 因此 有真正的屬於每個人自己的主體性 他認為新加坡人沒有自己的主體性 什麼都是被上面管 所以台灣人很自豪 尤其年輕人 所以他並不想要變成新加坡 也慢慢覺得比南韓好 因為南韓都是被財團所壟斷 年輕人很苦 台灣年輕人幾乎還是比南韓多得多 那羡慕日本的這種 台灣一般當然很喜歡日本的那個quality 日本的東西的品質 可是也並不羨慕日本的年輕人那種生活方式 因為覺得說 也一樣好像被這個一個集體主義吧 日本也是集體主義 他是那種封建的集體主義壓得死死 所以台灣年輕人在這方面是有他的自豪的 大概是這個樣子 另外台灣和大陸最後能夠走到一起去嗎 這個東西就要看大陸能不能有賢能民主了 大陸如果沒有賢能民主的話 我不覺得這個事情能夠善了 因為目前的這一種政策 台灣當然尤其年輕人是死不肯的了 就跟香港一樣 尤其看了香港的例子 但如果大陸上能夠有賢能民主 又能夠有良好的有序的 就是宏觀強酷的這種這個市場經濟 加上真正落實的社會主義 就良好的社會主義 就是比較朝均富發展的話 那就會有吸引力 而且也要懂得善處 當然台灣跟中國大陸會很幾百年都不會一樣的 因為經過這樣下去是不會一樣的 但是不一樣可以互相尊重 就有可能大家好好相處在一起 乃至於統一 這是有可能的 但是如果不這樣子的話 那就很悲哀了 就是會悲哀了 好 我想時間差不多了 好不好 今天就是跟大家簡簡談談 我眼睛也發花了 我們考試今天都是線上 我們今天到這裡 大家再見 兩位再見 再見 謝謝 謝謝老師